OK,好,那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吧 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今晚的线上讲座 我是Enlightings的ManagerElly 那今天的讲座呢 由我们公司的首席顾问陈老师 讲解疫情下对大学专业的重新思考 Hello,陈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 好嘞,那么在今天讲座开始之前呢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Enlightings Enlightings Education成立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 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同时呢收获理想大学的录取 我们的服务超过湾区30所高中的学生 在湾区的南湾 Cupertino和东湾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播内容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暮数期规划 学术辅导 标画考试培训和个人发展 如果大家在讲座期间呢 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这个屏幕下方的Chat 这个功能里面呢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环节 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有请陈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吧 嗨 大家晚上好 我是Chan 今天的话 我们的agenda大概是这个样子 首先会go over一下五月份 其实从三月份以来吧 跟大学申请相关的一些变动 主要是因为这个肺炎的关系 接下来的话就会进入主题相关的部分 一个是会分析一下现在的这个job market 然后呢会看看受到影响最大和最小的一些产业 在之后呢我们会推荐一些career 就是说不管是在现在的这个有疫情的时候 还是说在平常比较安稳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的一些career 然后最后的话会建议给大家一些选专业方面的建议 因为对我们11年级的学生来说 其实大概在暑假的时候就要开始要准备申请大学了 所以专业的选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呢会聊到这些内容 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在国内出生长大 然后来美国念的UCLA念完本科 本科学的是数学和经济 然后再念了一个master 研究生念的是经济 从2014年大学毕业就开始做这个consulting 一直做到现在 为什么没有做我之前学过的东西 其实我妈有问过我很多次 她说你为什么不做跟你没学相关的东西 从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说 你的专业的选择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有的时候某个专业好像看起来很好 大家都觉得这个专业是现在最火的专业 最有前途的专业 但是它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专业 对很多亚裔来说 他们只有在真正工作以后才会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对我来说 我在接触到学生的时候 其实我希望他们在高中时期就有一个这样的概念说 我要走的是一条最适合我的路 而并不是说就是人云亦云 这个好我就去学这个 那个好我就学那个 那14年到现在已经 现在是第七年了 对 那我本身的话因为 当然还是跟之前受过的training有关系 学很多math 然后学了一些CS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从接触到这个行业到现在 带了很多对STAM感兴趣的学生 当然也有一些喜欢business 喜欢journalism学生 另外的话还有一些hat 是我自己的hobby 喜欢画画喜欢我拍照 我就不说摄影了 摄影太专业了 我自认为没有那么专业 另外的话 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洛杉矶有个好处 就自己帮UCLA打个广告 UCLA旁边的活动真的很多 你的选择非常多 所以我在大学期间去旁边的一个cooking school 学了一个十个礼拜的一个课程 是跟baking有关系 我觉得其实对于consultant来说 有一家hobby是好处 因为更容易和学生接触 那我自己的信条是be a nerd be an interesting one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到亚裔啊 或者是学STAM的学生 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这个学生是个书呆子 书呆子其实是一个中性词 要看你怎么去理解它 首先它是一个对生活 或者还有对学术的一个态度 你可以是一个书呆子 但是你可以做一个懂生活的书呆子 所以我希望我的学生 他在学术方面有一定的建树 他也在生活方面有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 可能有一些家长是或者和学生是第一次来听我们的讲座的话 我们在前几个礼拜有花相当一部分的时间 在这个SAT ACT 包括AP的一些变动上面 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 我在这边再给大家复习一遍 因为这个是真的和我们现在的 所做的所有选择是细细相关 因为我们知道三月底之前的话 各个学校都会放出来他们的录取结果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学校宣布 他们会这个推迟他们的这个decision deadline 因为我们知道平常你在五月一号之前一定要做一个选择 说你要去哪个学校 那今年的话很多学校他推迟到了五月一号 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信号 说学校想干嘛 学校缺钱 他需要他要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说 去做一些research 说哪一个学校更适合他 或者是在这个更长的时间里面 学校有机会去做更多的一些宣传 给自己学校做一些宣传 去招揽一些更多的学生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是给我们的信号说 学校今年可能会缺钱 因为缺钱的关系 他可能会希望更多的学生来 第二个的话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现在非被洋洋的这个SAT和ACT被取消了 乐观估计秋天的时候他们都会回来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讲座也提到说 其实对我们亚裔来说 SAT和ACT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传统上来讲 我们亚裔学生都是非常厉害的这个test taker 那第三个的话是更短的和open book的AP 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也讲到过这个内容 个人认为这个简短的open book的AP 是不足以来测试一个学生 能不能在college survive 所以说学校很可能会把更多的weight 放在其他的部分 那第四个改变的话 就是从letter grade变成pass no pass 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是11年级 如果他的成绩已经非常高了的话 最后一个学期的这个成绩 对他的overend GPA 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影响 但是对中段的学生来说 其实变成pass no pass 比如果他可以拿到A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最后一个的话 一个的话就是大家也知道说 一些学校包括说非常好的学校 像 Cornell 像我们的UC 这些学校它变成test optional test optional呢 其实跟这个cancelation 这个SAT ACT cancellation 是有很大的很大的关系的 那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时间 如果有机会考试的话 大家还是要争取考试 那还有就是要用充分利用的 这个暑假的时间 包括现在在假里面的时间 来做一些可以体现你的 个性的活动 那具体怎么做 当然是我们的服务之一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趋势 就是advention的趋势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因为毕竟马上就要开始 做这件事情了 首先就是更多的学生 会选择李嘉靖的学校 不光是学费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能觉得说 我们去UCI 因为我们是州 我们是resident 所以我们的学费 学费会比较少一些 还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大家意识到说 当有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 还是李嘉靖比较好 就拿我一个朋友来说 他表妹 当时UCLA通知 大家全部要回家的时候 他们家第二天就从 就从湾区开车去洛杉矶 把他们家小朋友接回来 那如果你在外州的话 你就会非常担心说 哎呀我要怎么回家 那我在回家路上 会不会被感染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趋势 那学校其实也是 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然现在很多学校 其实有在宣布说 大家如果去看一些新闻的话 有在宣布说 他们会去提高 去improve他们的 student support 尤其是外州的学生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情 疫情的确给我们生活 带来很多不方便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 你在细细去看的话 他其实是有在促进一些 向正面的一些改变 那第二点的话 是一个longer waste 尤其是这些 我们说的elite college 那什么叫elite college 比如说Ivy 比如说这个好的UC 从接下来这一年的admission来看的话 你第一轮不一定可以很容易的进学校 但是学校一定会有一个很长的wait list 为什么他会他需要预防说 他找不到足够的学生 他一样不够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更长的wait list 作为一个备胎 第三点的话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不是特别多人会意识到这个 就是说现在学校admission 在社交媒体上面非常的活跃 这个是前段时间的一个报道出来 有几家私立学校的admission officer 在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他大家都在家里面 他需要给学校自己需要做一些宣传 他必须用到社交媒体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admission officers 他们已经就是慢慢的会习惯说 用一个网上的方式来了解这些学生 了解一些这些周边的一些大环境 所以这个社交媒体的运用 在我们学生里面 我一直是告诉学生说 你的社交媒体其实是你的一个体现 在网上的一个呈现 你不要以为说admission officers 是不会去看这个东西 他们是会看的 肺炎来之前 大概是去年的一个调查 就有大概三分之一的admission officer 表示说他们会去看申请人的 这个社交媒体 比如说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Twitter 家长们一定要提醒自己的小朋友 在社交媒体上一定要小心 不要发表过激的极端的言论 因为对teenager来说 这个世界它是非黑即白的 这是他的认知 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希望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要小心 这个会其实是直接会影响到他们的陆续结果 那最后一点的话是这个 Higher value of demonstrated interest 也就是说 学校希望你在申请的时候 表示出来对他们的学校是很有热情的 这个会非常有帮助 因为为什么学校希望说 他给了你offer以后你一定会来 那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 所以这个的话 是跟我们之后做application的阶段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你的asset 你要写一篇YS 对不对 尤其是这些好的学校 越好的学校 会到YS越长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学校 现在呢是大量的在做这个virtual campus tour 你随便去哪一个学校的网站上面 你都可以sign up 所以小朋友们如果对有些学校很感兴趣的话 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去做一些virtual tour 学校知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 因为你sign up的时候 你是需要提供个人信息的 所以不用担心说 学校不知道我来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开始讲这个job market 这个是一个统计 是最近失业率的这个统计 在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红线的部分在最右边 是我们从三月份以来 这个一直攀升的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那其实比我们这个多少年 12年前的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 要高了很多 这一次的这个对job market的打击 是194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那这边的话会给到大家一些数据 就是说累计到现在的话 已经有33个million的人丢了工作 但是有可能的话会更多 因为有些人他的EDD 他的这个unemployment insurance 还在process中 还没有被统计到 那在一个月之内呢 他这个我们的这个失业率 就往上jump了一个percent 那一个percent在一个月内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jump 这个我们之前学 念书的时候 学econ的时候有学过 那第三点的话 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失业率 达到了15% 所以是从这个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高的一次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哪个产业最最最受打击的 就是我们的这些这个娱乐 这些旅游 这些不必要品的消费 那这边的话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上个季度的一个统计 新一季度的还没有出来 因为我们的老公部门 做的是一个季度性的一个统计 那这一季的话 三月底 这边的话是失业人数 这边的话可以看到说这个leisure和hospitality 这一个产业的话 它的失业的人数 失业的人数是远远高于其他的产业 往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healthcare和social assistance 那healthcare的话 大家可能说 这不是有疫情吗 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医院了 为什么他们healthcare会损失这么多 因为我们除了这以外 我们healthcare还包括很多 比如说牙医 对不对 我的牙医他现在已经不上班了 他只接受emergency 然后还有我们这些social assistant 就是一些社会工作 已经停了 我们的学生的像做volunteer的地方 已经是关闭的状态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一些professional和business services 所以都是一些non-essential 再往下的话就是一个更细的一个分析 这个的话就可能不是那么直观 这个图的话 它是based on一个index 叫做probability of default 它measure的是你这个产业的稳定性 从金融学的角度来说 你的这个稳定性 它会考虑到你的这个股票啊等等 大家现在看到的话是最最最最最不稳定的 就是受到影响最大的五个产业 航空业 大家都不坐飞机了 都停了 然后casino Vegas已经基本上要破产了 gaming对不对 leisure facility 一些娱乐设施 然后autoparts 这个卖车也很受影响 我在家里 我真的不需要换新车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gas 这个这个石油产业 那最受到影响最小的企业呢 是这几个这五个 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之后的 学生的这个专业的选择 其实我们今天的 三面的主要是based on这个 有几个产业 一个probability casualty insurance 然后health care reit 这个reit的意思其实是 这个叫做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这个是 也是跟他的这个health care的这个产业 包括他的地产 他的房产有关系 这个指数就是说health care 这个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 大家不用去深究这个名词了 接下来的话multiline insurance 这个其实是各个大公司 他需要的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保险 那后面的话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这个没办法大家都需要 任何时候都会需要 最后的话industrial 我们的生产线还在还在运行中 我们的我们需要food 我们需要toilet paper 对不对 amazon他已经脱销了 好几个月了 所以这几个的话 大家看下来的话会发现说 这个insurance这个东西很厉害啊 他居然我们平常觉得说 好像我们每次听到保险 就会和这个保险销售 这个推销会联系在一起 就有一种又来了的感觉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说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产业 为什么你时时刻刻都需要 你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需要这个保险 那什么人会去做这个行业呢 除了我们这个保险推销员 insurance这个行业 它需要大量的做金融 做数学 做统计和做CS的人 所以这个的话 大家现在其实可以做一做笔记 然后完了以后去考虑一下说 自己家的小朋友 有没有对这些方面有一些需求 还有就是我们想学CS的小朋友 不要说 不要以为说我只有在Google 或者Apple 或者Amazon才能找到工作 insurance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出入 OK 那这个的话 Essential Occupation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说 我们有这些产业是最稳定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我们的career 因为从一个产业来说的话 它有千百个occupation 它有千百个位置 从Sales Manager 到这个supply chain 对吧 我们的物流 然后再到后面的生产线 到你的这个information system 都需要人来维持它的运转 那哪一些职位 可能是你可以考虑的 那今天的话 我们不会介绍到 跟医学相关的内容 因为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一块内容 我们会把它放到下一次Semitor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会介绍到这一点 那今天的话 我们介绍的都是跟healthcare 跟医学没有太大关系的职位 第一个的话 是frontend engineer 那engineer总体来说的话 其实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工作 那frontend的话 我们可以说是UI 就是这个user interface的设计 那个这个的话 不管是像Netflix也好 或者是我们哪怕是Google也好 任何任何的工作 包括说Kaiser 医院 我们的医院 我们的网站也需要 这个UI的engineer 那这一块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 我刚刚介绍自己的时候 也在说 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个artwork 所以我会 其实我会很注意说 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网站 它的UI的设计 它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用户的体验 因为现在的我们的用户 其实是越来越挑剔的 所以这个UI design 对一个公司来说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你想走这个路线的话 这边的话是给大家的一些 在高中阶段的一些准备的一些建议 首先的话你的专业上的选择 你可能会需要选择到CS graphic design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专业 那graphic design这个东西的话 很多学校 它是选于CS的一个分支 就是说你进了CS department 以后graphic design 它其实是它的一个concentration 那有一些学校像RPI 它的话会有这个graphic design的这个major 这个如果想选择这一条路的话 这个CS是非常competitive的 我们知道 apcalc到bc最好是 那apcs是肯定要有的 那除了这些课程以外 学校开的课的话 大家其实需要在课外的话 自己要学一些这个programming 自己在家试着做一些app也好 game也好 做一些design也好 学一学photoshop 这个对学生来说非常的重要 那有喜欢画画的小朋友的话 可以把它做一个 可以慢慢做一些小小的project 然后我自己建一个网站 把它po在上面 下面的话是几个推荐的学校 那CMU的话不用说了 几个CS top one 那UC的话是UC UIUC Michigan和U Washington的话 是我个人认为性价比非常高的学校 当然了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马上这一年的这个admission trend里面 包括一条就是stay close to home 所以UC的话会变成大家这个top choice 第二个给大家推荐到的几个occupation 是这个recruiter 那大家可能觉得说 这个不是就是HR吗 对的确是HR 因为我们在做这期的science内容的时候 有考虑到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学CS 有的人适合学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但是有很多孩子的话他其实并不是对这方面感兴趣 或者是那么的有天赋 所以我们其实有兼顾到小朋友的不同的这个兴趣爱好 不是说你只有学CS 你之后的话你才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第二个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这个一个跟HR有关的职位 那recruiter大家虽然说现在可能看起来 大家刚刚看到说 这个失业率这么高 那还要recruiter吗 当然要了 一个好的recruiter他其实看到的会更远 他会看到说在这个这段时间过了以后 有哪些产业的话他会更蓬蓬的发展 有哪些产业的话他的需求会变大 那你作为一个recruiter的话 一定对这个job market要非常sensitive 那如果想做一个recruiter的话 首先推荐的一些专业的话 HR是有这个major的 然后management 也可以说是business 学商业的话 转HR是非常容易的 那communication 为什么这个recruiter这个communication 是非常重要 而且他需要非常的专业 来提高他的工作效果 推荐的课程方面的话 如果小朋友对business感兴趣 想哪怕你不是做一个recruiter 想对这方面的话 有一些更深的一些学习的话 更多的学习的话 首先AP economics micro and macro 你可以在网上上 也可以在communicology上 这个大学的level的这个课程 那late和lan 这个英文的基础非常重要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business的基本的课程 推荐到的活动的话 DECA FBLA 其实大家会发现说 这个其实就是以人为本的一个职业 你需要很强的这个interpersonal skill 然后需要有一些 最好是有一些leadership的experience 那推荐到学校的话 PEN 不用说了 PEN是这个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NYU Stern 前段时间作为一个小小的研究 NYU Stern的这个商学的这个major 所以光business下面就有13个14个concentration 从finance到accounting到marketing 很多的不同的分文别 那U Washington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学HR的一个选择 如果就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OK 接下来的话是financial analyst 金融分析 OK 刚刚我们提到什么 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五个受影响最小的产业里面 就有至少三个 三个是insurance 那insurance company需要什么 大量的会做金融分析的人才 那做金融分析的话 它主要是对数据的一个分析 一个研究 那它的话其实是在后台 为前面的这些sales 为这些management 提供了最最最基础的一些tour 一些数据 那如果对financial analyst感兴趣的话 对金融方面感兴趣的话 那这边的话是一个推荐 你的planning 首先你的major finance finance最近几年的话 作为major的出现有变多 之前的话 它其实是属于数学系底下的一个branch 很多时候的话 它会被放在general math里面 那statistics 统计学 统计学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学科 我个人的话 其实对统计是很感兴趣 那我比较喜欢这个statistical programming 那如果小朋友对数字非常感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一同系学 它需要一些programming的基础 但是它又不是像cs一样 它天天都是在写嘛 OK 那它需要一些这个communication skill 因为你要把你得到 从数据里面得到的东西 要把它能够翻译成人类的语言 告诉你的同事们 告诉其他的部门 那最后的话 就是applied economics 那applied economics和传统的经济学的区别 就是它更注重于应用 其实还是数学 对 学好数学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小朋友在高中阶段 会需要上到的课程的话 数学 AP stats 这个是一定要的 那AP economics 这个是对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了解 那abcs也是强烈推荐 因为学finance 学stats的人 他不可能跟programming分开 他的很大的一部分时间 是在做一些statistical的programming 那希望小朋友做到的一系列activity的话 基本上是跟math相关 可能讲起来的话 不会那么多 学校可能math club是最基本的 但是小朋友其实可以考虑说 做一些math tutoring 其实对自己的这个communication skill 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然后另外的话 希望可以做到一些跟business相关的一些活动 学校推荐的话 Penn NYU U Michigan 这是他们的business school 都会有finance的这个选择 那UC的话 UC Berkeley的statistics 是one of the best UC啊 所以我们看下来 看到现在已经 三个occupation 那UC都在里面 所以UC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从top school到最 我们说safety吧 它都有 而且每个学校的major都很全面 这就为什么我们大家那么喜欢UC 最后一个话给大家推荐到的是compliance officer 这个话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occupation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它的中文的翻译 很awkward 很奇怪 有一个比较偏台湾版的翻译叫督查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从它的工作内容来看的话 它有一点点偏法律的顾问 这个岗位的话 它其实主要是做这个公司的规章管理 然后包括说政府的一些新颁布的条例 它需要去确定说 我们公司做的每一项事情 都是合法的 遵循了这个条例的 那这个的话也是给喜欢文科的小朋友的一个推荐 所以不要担心 学文科也不是找不到工作 那这边的话 希望大家在本科的时候 可以考虑的方向的话是一个法律 然后另外的话是management 因为在business school的话 business law是一个方向 对 business不光只是管理而已 不光只是谈生意而已 ok 还有一个就是学这个political science 学政治 这几个是专业的推荐 那学习的课程的话 既然已经讲到法律了 讲到clitical science 这个ap lead ap land 对吧 然后government 你当然要理解你的政府 然后还有你的这个ap level的history class 是一个必须 那activity方面的话 希望大家在各个学生组织里面会比较积极一些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时候要需要跟人打交道的 比如说你发现某一个部门他做的一些事情 他可能不符合规章制度的时候 你需要去跟他们交流 你需要去跟正他们 你需要给他们提出改正的意见 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你的communication skills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大家家长们工作这么久 这么多年 你会发现说当有一个人来告诉你说 你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时候 你那个心情是很糟糕的 还有就是这个专业的话 需要大量大量的volunteer OK 其实很头痛啊 现在大家一起都宽在家里面 怎么做volunteering 网上也是有很多机会的 对不起喝口水 OK 推荐到学校 Harvard 传统的这个老牌的长春藤 那其他的学校的话 推荐到的是Berkeley LA 这两个学校 UC系统里面 比较适合学这方面的学校 另外的话 UC之外的话 Michigan Andarbor 和Wisconsin 这都是他们的政治 是在公立学校里面 排名很靠前的几个学校 接下来的话 就会讲到一个选专业了 具体的选专业 一些选专业的一些 tips吧 对 具体的话 还要看各个学生 不同的个性 那tips的话 首先一个 最重要的话 follow interest OK 刚刚也讲到说 不是说 我们没有最好的pass 只有你最适合的一个pass 所以要怎么样去find out 我们家小朋友适合什么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那接下来的话 在你知道你的interest以后 你最好是学一些 可以比较偏应用方面的一些major 而不是太理论的东西 太理论的东西 如果不读master 不读phd 真的很难找工作 那后面的话 就是说 你选择major的时候 你可能要选择一个 会给你很多不同的选择的一个专业 比如说 CS 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CS 这么popular 当然刚刚也讲到说 math 很重要 然后business 对不对 也可以 那如果学生 处于这种文理之间的话 psychology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 confering psychology 这个现在也是 慢慢的 慢慢的在兴起来 confering这个东西 不光是学校里面需要 confering的话 大家长远一点看的话 像这些hr 然后包括这个很多individualconfering 像careerconfer 这个都是现在需求非常大的一个方向 OK 那下面的话 就是一些专业的这个建议了 第一个 刚刚已经提到很多遍 第二个的话是math 当你选学校的时候 你的first choice 放了一个CS 这样的非常compatible major的时候 math会是一个不错的第二选择 那applied science 比如说applied physics 比如说这个applied chemistry applied math 最后的话就是business 但是我会建议说 business的话 不光是学一个general business 我希望学生说 他在选择business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方向的 OK 接下来的话会是一个case study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学生 马上毕业的学生 现在十万年级 我们刚刚做完 这个学生 我带的一个学生 很好玩 他第一次meeting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想学CS 他要学computer science 那我们go over 那我们go over 他所有的一些activity也好 他的一些personality test assessment也好 发现说CS不是最适合他的一个方向 因为他并不是说一个会在电脑里面 电脑前面乖乖的带着去研究coding的人 他希望说还是跟数字相关的东西 他很他对数字非常的他喜欢数学 那所以最后的话我们选择的是statistic和datascience 他怎么说的 他他进到了cornell 其实我还蛮惊讶的 算是他的reach school 我们在做他的application的时候 他其实离cornell这个level的学校还有一些距离 而且他本人的话他是他是这种不是特别自信 他是很sweet很hardworking的一个一个女生 我每次问他说你觉得你有一些什么achievement 他很谦虚的说我觉得还好了 没有了我也没有要做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这个leadership也还好 但是但是那我们就从他有的仅有的 这些比较有限的活动里面去找一个角度说 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 什么东西是非常正面的 能够诚实的体现他的一个个性 所以呢这一方面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做consultant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一点 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是他的个体 都是一个个体 从他的major的选择 从他career的选择 到这个我们在真正的开始做application的时候 我们想体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他的个性 是他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态度 然后包括说他对事情的一些看法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在这整个service下来的话 这个学生的话 最后能到cunnel到usc这样的学校的话 我还是蛮开心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 我很高兴的是他没有选择cs 他选择的是math 对 他选择的是就是他适合他的一个一个方向 其实他妈妈 他妈妈是做cs 对 很有意思 OK 接下来的话会交回到Elly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的 现在屏幕上呢 这个是我们讲座群的二维码 然后如果呢 有兴趣的家长可以扫码 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在这个群里面呢 我们每一期的讲座 这些预告呢 都会在这个群里面发布 然后呢 也会有一些咨询的问题呢 也可以由我们的顾问的帮助解答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个微信群 我们每周六的每期时间晚上八点 都会有我们这个讲座 然后讲座的题目呢 会提前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 给大家公布 那我们现在从第一个开始啊 有一个家长问的问题就是 怎么选择合适自己的专业 这个问题范围很广 那你给简单 一般来说的话 有两个情况 一种是完全没有方向性 完全没有方向性的话 其实我会从一个career assessment开始 assessment这个东西 你可以说是这个性格测试 或者是职业测试 网上其实有一些 但是说实话 有的是reliable 有的是不是非常reliable的 专业的consulting的话 他会知道说哪一些assessment 是reliable 可以给学生做的 而且在不同年纪的学生的话 比如说九年级十年级的学生 和十一年级十二年级的学生 他其实他适合他的assessment 也是不一样的 那从这个开始 这个是一个starting point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 当有一个结果的话 结果出来以后的话 一定是跟学生要有一个讨论 包括说 你需要去verify这个result 包括说他如果对某些东西 表现出一些兴趣的话 你需要知道他的motivation 你的motivation到底是 爸爸妈妈说这个好呢 还是说你自己真的喜欢呢 那还有那第二种情况的话 就是说这个孩子 觉得我对某个东西感兴趣 我之前接触过一个就是说 他觉得他一定要去学医 他一定要当医生 非常确定 但是通过一些他平常的这些volunteering 通过他的学校的club 然后包括summer的时候 给他安排了一个summer camp 回来以后发现说 其实这个东西 只是说在他的想象中 这个东西很适合他 那通过实践以后的话 他发现说 这个东西并不是那么适合他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又回到刚刚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 还是要做一个assessment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是要通过跟学生的交流 包括跟家长的一些交流 来得出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What majors would be good preparation for law school 什么专业的选择 是一个对这个law school来准备的 我会建议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方面 或者是political science 就是还是比较广泛的 就是在undergraduate阶段呢 选择还是不是就是 非常非常的specific 对吧 他甚至说有 比如说social business 之后去学law 或者是学这个理科的 math 之后去学law 但这个的话 情况会比较少见一些 但是大部分的话 可能还是会在 本科的时候去选择一些 比较偏人文 偏政治方面的一些学科 ok 那对这个law school 他有没有一些 其他专业 比如说你要是学这个CS 或者是你是学数学的 那law school会不会不收 或者是有一些disadvantage 你其实想完成的是一个prequisite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家长问说 这个孩子相对进步比较慢 不是十分超前的 就是如何把握 选课及大学方向 首先我们的慢的定义 ok 这个很重要 你到底慢到了什么程度 那这个的话 你需要跟老师做assessment 才知道说 你到底在哪里 你现在在哪里 然后你希望到哪里 你才能给一个具体的一个建议 我想家长可能意思是 孩子跟其他那些顶尖的 就是比较motivated的学生来比的话 相对较慢一些 就是可能要家长督促啊 然后老师要盯得紧一些 这一类的学生 方向的选择 他的方向选择 他的他的慢一点 和他的career 其实是两件事情 你的career choice 是你的person personality 和你的strength weakness决定的 但是你的学习上的 这个motivation的话 跟你的career choice 其实不能互为一谈的 没问题 这个呢 我们让那个笨 他也回答一下吧 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刘晨老师呢 他比较擅长的就是STEM 就是最赚钱的那些 CS EE 这些包括笨子 他做的特别多 然后呢 Law School的话 他接受的比较少 但是AC的话我都让他帮看 先回答刚才有个Law School家长的问题 就是大部分学生说PolySign 但是这两年的趋势呢 老子还都会学理工 因为他本身也是理工嘛 但是呢 有些家长是 当然这种家长比较集中在南湾 他们对这个了解的比较多 他们就说 这个Law School的话 现在比较喜欢diversity factor 就说PolySign的人 你也比较成绩特别好 各种speech debate 还有那种 就是写东西特别好 他会看 但是呢 有些小孩的可能数学统计 甚至有生物背景 因为他将来走 那个Law的话 在学完之后他会有一个方向 他可能是Pathom 专业律师 企业并购律师 他会有一个HAT 所以说这个的话 这两年我们见到一些 父母本身可能或者是律师 或者是那种大公司的高管 他这方面也作为research 所以他希望孩子将来走一个 理工加老的一个路线 Law School的话 比医学院要求的松一些 他基本上的话 你只要考那个LST 加上那个本科毕业 你不需要工作经验就可以 当然工作经验的话是加分项的 所以说这个是 针对刚才那个家长的回答 然后另外一个 Law School 实际上家长可能要提点 他的收入 实际上我们观察过 从收入角度讲 因为我们的理念 整个我们公司的理念 就是我们是一群现实的 理想主义教育者 就是我们是帮助孩子实现梦想 但实际上我们很现实 现实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每个家长都有足够的钱 让自己的几个孩子 去随便追求梦想 艺术人文或者拍电影 这种东西 他还是希望孩子能够 有自己立足的本质 就是可以谋生 所以我们这块 你能感受到刘生老师的一些特点 他今天整理的这些 就是从现实的角度 因为现在有裁员潮 很多家长的话 可能也担心自己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budget 可以让自己的孩子 怎么去追踪梦想 这是一关键 然后Law School的收入 如果他是在top 10% 或者是他真的比 consulting还要多 美国最好的一个律所 收入最高的 他平均的活泼人的 收入在500万美元以上 所以说从前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Law School 和那个比那个top 那个computer scientist 还有赚的要多 但这个对孩子要求很多 刘生老师他接触学生他也知道 亚裔的话 很多不选择Law School的话 就因为他一样 他的职场的话 天花板比较低 那个Asian那个Bamboo 那个Ciling 所以这是我要补充的 下面接下来 就要回到刘生老师那边吧 OK 好的 谢谢Ben 有家长问 孩子GPA只有3.5 然后小生CS专业 有希望吗 大家有什么选择 有啊 那个 不管是哪个阶段的GPA 都有适合他的学生 只要不要太差 3.0以下咱们不谈 首先你要意识到是 因为CS是一个很 其实是现在最popular的major 所以如果你是3.5的GPA的话 你的expectation 我们要调整一下 但是升还是可以升的 我之前的话 有一个学生是3.37 差不多 对 Almod的那个学生 3.37 因为他从国内来 所以他的那个over GPA不太好 因为他这个英文很受影响 那他最后的话 录到了 UCSC的Math 和ASU的CS 那最后的话 其实我建议他去ASU学 ASU是Arizona State OK Ben其实对这个学校很熟 但是 但大家不要觉得说 你怎么是个Arizona State Arizona State的CS 如果你出来的话 其实非常好找工作 甚至可能比他去U-C-Santa Cruz 学Math还要找工作 所以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GPA 还有你的SAT怎么样 你有一个profile 但是你的school的选择上面 你要用一些strategy 然后另外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 学生可以去到更好的一些学校 对不对 大家也都会有一些 自己的dream school 或者是还是想去试一下其他学校 所以在我们做application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希望说 对学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除了他的GPA以外 他的亮点在哪里 他有哪些地方是别人没有的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在他的application上面 会帮助到他 所以3.5的GPA的话 当然对UC的CS来说 是低了一些 所以就是说 除了UC以外的 还是很有很多学校可以选择 责任还是很多的 对对 我相信听到这个以后 这个成绩不是非常拔尖的 这些孩子们 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对对对 有的有的有的 其实每一个申请学校的小朋友 他要用到他身上的strategy 都不一样 从学校选学校选专业 到写essay 这一套下来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这个家长问说 我家孩子不是这个 typical STEM学生 如果学文科有什么专业选择 然后还想问一下陈老师的建议 OK 学文的话 首先看他 因为文其实也分很多嘛 就像我们学理的话 有分学生物的 学数学的 学CS 学engineering的 那学文的话 也分很多 有的人他可能会去选择说 应用形象business这样的专业 我不知道他的小朋友具体的是对哪一方面感兴趣 对不对 或者是有的孩子他就是 我之前带过一个学生 他就是喜欢写东西 他学的是generalism 所以generalism communication 然后完了以后学business 甚至学psychology 当然你不要学experimental psychology 那个是个比较偏理课的 但是学传统psychology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的 哇 psychology这个专业 好像近年来也是比较popular的 对对对对 有一些学生是把它做为 second choice backup 对 因为他们的first choice 是biology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看 又有一个关于文科的这个问题 如果是文科 那么高中选课是 必须要修AP literature吗 如果不选物理 AP calculus 会有很大影响吗 OK 学文科的话 学AP lit 学AP language 是 强烈建议啦 就是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很好 比较好的学校的话 OK 甚至是中上等的UC的话 这个是强烈建议的 对 那当然 文科生的话 如果你理科好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就像 就像 理科的话 比如说engineer的学生 他如果的学了一些AP lit AP history 这方面的课 而且他考的很好的话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加分项 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长 也是问这个文科 就是学生需不需要数学很好 很多家长都关心这个 我估计可能是很多孩子就是想走文科这条路 因为这个理工科不是特别的出色 所以说理工科也是可以帮助文科学生加分的 就是如果不是太辛苦的话 OK 不是太辛苦的话 你选文科完全是 就是你真的是喜欢 但是学数学的话 你也不会太辛苦 我们在看一个学生的时候 我不光看的overall GPA 我们还要看他说你这个GPA是哪里来的 对不对 你是学了一些 都是在学校里面 是学一些regular的课呢 还是说你的 你这个rigorous 有没有rigorous rigorous就是说你的AP long 然后你有没有上一些很难的课 然后你的GPA还很好 OK 所以这个的话 如果你可以兼顾到的话 当然是建议了 但是如果说对这个学生来说 他学的很吃力 然后要用大量的课外的时间 只是为了说 我学文科 但是我有一个AP calc 放在我的transcript上面很好看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就很低了 就是还是以保证GPA为前提 对 量力而行 对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有家长问这个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怎么选 私立大学贵很多 真的有必要吗 首先我们要看major 另外我不知道这个我们是要不要考虑这个 这个是一个大头 这个其实真的是差蛮多的 对 那我们排除这个不说 首先要看major 还是要看major 对 有的学校比如说 比如说你如果你真的能进 有那个能力进cmu的cs的话 对不对 或者是你真的可以进到stanford 就是首先我们看major 另外的话 我们就要看这个学生自己的这些 一个爱好 因为 回到刚刚那个case 就是我进 可能要进 那个学生 他最后选择的是UCLA 他跟我说他喜欢大的学校 他喜欢比较diverse的学校 他喜欢上大课 对 那么但是有的学生的话呢 他可能就比较喜欢说跟教授有一个比较近距离的接触 他喜欢这种similar的感觉上课 对 他喜欢跟教授去build一个比较close的relationship 所以这种的话 他可能就会比较喜欢 这种学生会比较适合私立学校的一些教学方式 所以除了学费这个因素以外呢 还要考量就是 看major 对 那孩子喜欢哪一个 那所以就是说 去参观学校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吧 对对 参观学校 然后不光是参观啊 最好是能够参加到学校的tour 那刚刚也说到 就是说今年的话 就是马上这一年的话 这个学生的这个interest 就对学校的这个兴趣 会对学校来说很重要 因为他 他学校想知道说 他给你offer letter以后 他会不会来吗 现阶段的话是没有这个in-person的tour 所以希望大家积极的去参加virtualtour 对对对 现在这个疫情影响确实是 学校的tour也都cancel了 对对 其实versialtour对大家来说就是更好了 你呢 都不用买飞机票去学校 而且这个时间上也比较flexible 对 这个可以要需要 需要排上日程了 马上这个12年级的学生们 那下一个问题啊 有家长问说就是他女儿现在是rising senior 该上12年级了 要在alone拿课 问这样可不可以提高GPA 如果是这个transferable的课的话可以 我们communicology课分两种啊 一种叫transferable 一种叫non-transferable 也就是说transferable的话 它是大学认证的college level的课 OK 这个课它是可以帮助到你的GPA的 但是如果它不是的话 它是帮助不到你的GPA的 所以就是不是所有社区大学的课程都是UC transferable的 可以帮助提高GPA的 如果选了那些不可以的 那就没有意义没有用 在选课之前还是要咨询清楚这节课是不是 可以有这个大学credit 这个你就是你选课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了 要不然这个白上了 一个暑假 下一个问题啊 然后孩子喜欢engineering design 将来有什么发展路径和专业可选择 应该选什么样的AP比较好 这个刚刚其实有带到一点 就是在选择课程的方面的话 如果你是engineering不是cs的话 如果你是engineering的话 你在cs的基础上你需要学物理 ap physics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 对engineering来说 那在专业的选择上面 这个就学问很大了 engineering的话分的其实可以分的很细 对mechanical material 然后你如果是想学engineering design的话 这个工业设计 这个industrial design 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专业 那这个engineering design 它是在哪一个college下面的 是必须要学这个cs和engineering吗 还是其他的college也会有区别吗 基本上还是需要在engineering底下 engineering design的话 这个如果叫 如果你说是这个major的话 这个major的话 其实很少有叫这个title的这个major ok 那如果你是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话 离它最近的major就是这个industrial design 或者是你看它对design什么东西感兴趣 我觉得 如果它是喜欢设计在这些robotics方面 或者是它喜欢这个机器方面的话 ok 这很hardcore 很义和的一个硬核的一个爱好 那可能 EE或者是mechanical engineering 会比较适合 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有个家长问说 如果它只选三年science 然后把最后一年的这个课时呢 留给选两节数学课 如果是学business的话 你觉得这个可以 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那今天的问题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希望我们的讲座呢 能帮助您和孩子 更全面地了解大学申请 如果大家之后想了解更多 关于Lightings的服务 也欢迎大家致电 email或者扫描 我们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微信家长群 每期的讲座预告呢 也都会在这个微信群中发布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